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科影谈 川普拉达的女王可以说是很多喜爱时尚的小女孩们的启蒙电影之一了 这里几乎每个镜头都会出现好多奢侈品 还被后来的小时代抄袭 不过不一样的是 小时代用奢侈品推起来的是一个虚幻的梦 而川普拉达的女王则是教导女孩们不要被奢侈品迷惑了双眼 电影是从土包子女主的视角开始的 她穿着毫无是猫感的衣服 去应聘窝泪着主编的助手 然而一进窝泪着杂志社就被吓到了 那里的女孩们都生活精致 早餐制作时都要严格控制客数 用的纸巾穿的内衣都要是大品牌的 而且更是容不得一丝不高级的气味 所以刚吃完洋葱贝果的女主一进门 就被众人嫌弃她的味道 女主到了主编室果然被主编看不上 可女主的学历以及聪明的材质打动了主编 主编也许是想在她身上做个丑小鸭变天鹅的实验 便让她当上自己的助手 一开始女主觉得非常不习惯 她虽然只是正常女孩的体型 但是纸片人同事们都嫌她胖 她只能默默的开始节食 她觉得自己穿的衣服是很正常得体 可是同事们却觉得 她的衣服像自己奶奶穿的 同事们一轮各种大品牌化妆品的时候 她连纸寸胸的睫毛夹都不认识 还好有个好心的gay同事对她的态度比较好 她不给她灌心灵鸡汤 而是告诉她 这个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女主现在抱怨 只是因为她工作不够努力 她还带女主去Woled专用衣柜去挑衣服 给她穿上了香奈儿 杜加班纳等牌子的时装 女主瞬间变得时尚起来 连她的男朋友都惊呆了 女主从此以后越来越努力地工作 满足主编所有的奇葩要求 比如说帮她买有奇怪要求的咖啡 买还没有出版的书籍 帮主编的女儿做手工作业 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渐渐她陪伴男友的时间变少了 男主给她做的饭她也不吃 她爸爸快一半个美国来找她 她也无心和爸爸吃饭 在时尚的工作中 她如遇得水 自己也变成了纸片人 渐渐也有了所谓的高级传达 时尚圈的男子们也都非常精致 有一个男子一直和她搞暧昧 这个品位一流的高富帅 和兔兔的男友一对比 女主也开始动摇了 随着男友对自己工作的不理解 她和男友分手了 由于她进步快 悟性又高 主编决定带她去巴黎 参加国际最顶尖的时尚社会 在巴黎 她顺利完成了工作 又遇到了和她搞暧昧的男子 两人在浪漫的巴黎滚床单了 然而第二天一早 女主就意识到自己迷失了 上座完全不对 她反思自己最近 完全变成了那种物质的女孩 违背了初心 女主立即辞退了工作 回到了前男友的身边 两人决定踏实的 过平凡又真实的日子 这部电影也许是时尚最华丽 奢侈时装最多的电影 它教育我们不要太过于追求物质 但却是很多女孩 时尚梦想的开始 也许这就是所谓 为生内外的人 互相羡慕对方吧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吧